女人为已婚男友两次流产惨遭抛弃 为了挽回男友 女人进到男友单位派发结婚情节 女人孤注一掷的行为 能挽回男友吗 男友要为自己的欺骗付出 什么代价 与死网获的受骗者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七月的一天早上正是上班时间 某国企门口 杨娇正站在大门边上 手里抱着一摞红灿灿的情节 只要是进入该国企上班的人 杨娇都会笑盈盈地迎上去 热情地地地上情节 大家都面面相觑地 打量着眼前这个姑娘 哪有新娘这样发情节的 她和她口中的新郎李勇 到底是什么关系 杨娇今年24岁 花一样的年纪 长得也像花一样美丽 高挑的身材 精致的妆容 一看就是个美人 三年前杨娇通过网络认识了李勇 李勇是一家国企的中层干部 当时正被公司外派在杨娇所在的城市 李勇阴尽潇洒 气度不凡 举手投足间 竟显成熟男人的风韵 两人郎才女帽 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并租房同居 一天杨娇一脸娇羞地 对李勇说自己怀孕了 恭喜李勇要当爸爸了 可李勇不仅没有惊喜 反而还略显慌张 他明显不想要这个孩子 李勇对杨娇说 自己还没做好结婚的心理准备 杨娇也还年轻 现在就结婚要孩子 太仓促了 他建议杨娇流产 李勇就又是给杨娇买包 又是给杨娇转零花钱 各种说好话 各种献殷勤地哄杨娇开心 最后杨娇终于勉强同意 去医院做了流产手术 杨娇流产后对李勇说 他和李勇交往这么久了 可还一直没有见过李勇的父母 杨娇开玩笑说 臭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 你也不能老把我藏着不见你父母呀 李勇说 见父母是件大事 等杨娇养好了身体 他自然会安排的 可是还没等到李勇 安排见他的父母 杨娇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当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李勇 并催促李勇尽快结婚时 李勇却显得心事重重 他再次以太仓促 没做好准备为由 建议杨娇流产 可这一次 无论李勇怎么劝说 杨娇都坚决不同意流产 杨娇很生气 说他已经问过医生了 医生说杨娇已经做过一次流产手术 这一次如果再流产 可能会给他的身体造成永久性伤害 他有可能今后都无法再怀孕生育了 这个后果太可怕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杨娇说他都要把孩子生下来 他还要求李勇尽快和他结婚 在李勇看来 当下最要紧的是要说服杨娇打掉孩子 可无论李勇怎么哄劝 杨娇就是 无计可施的李勇 不得不交代了自己 隐藏已久的秘密 原来李勇已经结婚了 而且他还有一个三岁多的孩子 杨娇崩溃了 他深思历劫地质问李勇 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已婚 为什么要骗我 我现在有了你的孩子 你让我今后怎么办 李勇吱吱吱吱 他一个劲地道歉 说他对不住杨娇 李勇说 他这次外调 两年期满后 单位就会对他进行提拔 现在两年即将期满 如果这时候 让他的妻子知道了 他和杨娇的婚外情 以他妻子的性格 他的妻子一定会到单位大闹 到时候 李勇非但升迁不了 妻子还可能会出于报复 故意耗着他 不同意和他离婚 因此在这节骨眼上 李勇说 他不能和妻子提离婚 更不能让他妻子知道 他和杨娇的事 现在唯一的办法是 杨娇先流产 等他顺利升迁后 他再和妻子离婚 然后和杨娇结婚 李勇还向杨娇保证 不管杨娇今后能不能生育 他都不会嫌弃杨娇 并一定会娶杨娇为妻 杨娇陷入了矛盾之中 想来想去 在李勇的百般祈求之下 杨娇含着泪 做了第二次流产手术 其实 李勇根本就没想过 要和他的妻子赵丹离婚 赵丹是某高校老师 工作体面 人也贤惠 在李勇被派驻外地的前半年 赵丹被公派出国 独居外地的李勇百无聊赖 所以通过网络认识了杨娇 他谎称自己未婚 和杨娇谈起了恋爱 对杨娇 李勇只是出于完完的心理 更何况和杨娇相处近两年来 他发现杨娇娇生惯养 任性偏执 他才不会娶杨娇呢 对杨娇的那套说辞 不过都是为了哄骗杨娇 同意流产而已 现在杨娇已经流产 自己两年的外任期 也即将借满 在李勇看来 这里的一切都该结束了 于是 李勇开始有意地疏远杨娇 他先是找了个理由 搬出了两人同居时租住的房子 他不再主动打电话给杨娇 杨娇给他打电话 他也是爱接不接 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 杨娇约他见面 他总是以工作忙为借口敷衍 能推就推 杨娇也不傻 他问李勇 为什么突然对自己这么冷大 是想和自己分手吗 李勇不置可否 只是推托说自己太忙 顾不上杨娇 绝望中的杨娇破口大骂 和李勇争吵 李勇也是面目猙獰地 对杨娇恶语相向 毫不忍让 昔日的温情早已烟消云散 两人矛盾不断 争吵不休 而事实上 李勇就是要这样 他要让杨娇知难而退 自己识趣地主动和他分手 女人被已婚男友抛弃 不甘心地他找上门对峙 男友拒绝离婚 女人竟对男友拔刀相向 男友选择逃避 却让女人的愤怒再次升级 于此罔阔的受骗者 正在播出 很快外调期满 李勇离开了杨娇所在的城市 回到了他的原单位 可是在临走之前 李勇却没有通知杨娇 之后为了不让杨娇联系上自己 李勇更换了手机号码 等所有社交工具 他要和杨娇从此一刀两断 而回了原单位的李勇 如愿以偿地顺利升迁 工作 生活的轨道 一切如常 岁月尽好 直到有一天 李勇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从此之后 他就再也不能安身了 那天李勇还在单位上班 手机响了 来电的是一个不熟悉的号码 李勇接起电话 还没开口 电话那头就传来了一个 熟悉的女人的声音 我在你单位楼下 是你下来 还是我上去 李勇一听 整个人都炸了 是杨娇 他还是找上门来了 没办法挂了电话 李勇只能硬着头皮 火速冲下楼 见到杨娇 李勇很尴尬 他把杨娇带到了 离单位比较远的一个咖啡厅 李勇想着 既然躲不过 那就开门见山地说清楚吧 于是李勇对杨娇说 他很抱歉 伤害了杨娇 可事情已经是这样了 他愿意弥补杨娇 给杨娇一笔钱 让杨娇放过自己 杨娇听了后 一声冷笑 我是冲着你的钱来的吗 你三番五次地骗我 害我两次流产 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利 我的青春 我的后半辈子都毁了 你能赔得起吗 李勇心虚地问 那你到底要怎样 怎样 很简单 兑现你之前的承诺 离婚 然后娶我 对我的一辈子负责 李勇斩钉截铁地对杨娇说 这不可能 自己不可能和妻子离婚 也不可能娶杨娇 听李勇说得这么坚决 杨娇浑身颤抖 他大声地咆哮道 当初你是怎么说的 是你说要娶我的 你不能耍赖 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 你和你妻子离婚 否则 咱们就鱼死网破 我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你等着瞧吧 说完 杨娇摔门而去 李勇心烦意乱 妻子赵丹还在国外 自己不可能和赵丹提出离婚 即便赵丹没有出国 他从内心里 也不愿意放弃赵丹而去杨娇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 杨娇虽然没有再找李勇 但李勇每天都在忐忑不安诚路过 这天晚上 李勇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一个女人突然冲到他的车前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杨娇 又来了 杨娇居然找到了自己的家 李勇怕被邻居们看见 他赶紧把杨娇拉上车 杨娇问李勇 和妻子离婚了吗 见李勇不坐身 杨娇立马情绪激动起来 他又哭又闹 还伸手去夺 正在行驶中的车辆的方向盘 李勇本来是想把杨娇 拉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谈话 但现在他不得不一边开车 一边应付杨娇 几次差点发生交通事故 没办法 李勇只能把车辆 临时停靠在马路边上 车辆一停稳 杨娇就下着车 他把李勇也拽下车 情绪崩溃的杨娇 用力踢打撕扯李勇 大骂李勇是负心害 是骗子 李勇自知理亏 一开始还忍让着杨娇 但杨娇越闹越凶 路边围观看热闹的人 也越聚越多 李勇也火了 他动手打了杨娇 杨娇哪里吃得下这亏 他更加疯狂地撕扯李勇 可他毕竟是个女人 根本就不是李勇的对手 李勇一把就将他推倒在地 杨娇从地上爬起后 不知道从哪里 居然摸出了一把水果刀 他对着李勇 就是一阵胡乱挥舞 有人看到后帮忙报了警 李勇东躲西闪 虽然最终控制住了杨娇 可他自己的手上胳膊上 还是被划了几道斜口子 警察很快赶到现场 将杨娇的刀具没收 李勇怕事情闹大 他主动和警察解释说 自己和杨娇是情侣关系 因为感情问题发生矛盾 他们可以自己解决 警察对双方进行了调解 并对杨娇提出了口头警告 将杨娇劝离了现场 李勇则自己开车 去医院包扎了双口 经历了这件事后 李勇觉得自己得出去躲一躲 杨娇性格偏执 下次要是让他再见到自己 他指不定还能干出什么 出格的事来 也许杨娇找不见人 没了撒气的目标 他自己就放弃回家了 李勇为了摆脱杨娇的纠缠 便向单位请假 跑到了外地躲避 李勇本想以这种方式 让杨娇死心 可事与认为 他的举动再次惹怒了杨娇 此时的杨娇已经看明白了 李勇根本就不愿意和自己结婚 而经历了这些时候 李勇的所作所为 也让杨娇对他的感情 由爱转恨 这样的人不嫁也罢 但是李勇给自己造成的伤害 却不能就这样轻易算了 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 为此杨娇已经豁出去了 他要让李勇身败名裂 家庭破碎 只有这样才能解了他心头的恨 为了逼李勇现身 让他在单位里抬不起头来 杨娇去买了一大落请柬 他谎称自己要和李勇结婚 并亲自在上班时间 到李勇的单位门口发放 于是就发生了 我们在开头所说的那一幕 女人被骗后 为逼男友现身 找到男方所住的小区 男友一直避而不见 女人心生抱负 两人的纠缠 却让男方家人麻烦不断 最后竟引法命案 与死网破的受骗者 正在播出 杨娇发请柬的事 在李勇的单位里 闹得沸沸扬扬 给单位及李勇的个人声誉 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连单位的领导都知道了 单位找不到李勇 就给李勇的父母打电话 让他们务必转告李勇 尽快把这件事处理好 不能因为他个人的私事 影响了单位正常的工作秩序 李勇的父母一头雾水 原来李勇一直没有将 他和杨娇之间发生的事 以及他这次去外地的真实原因 告知过父母 所以李勇的父母一直以为 李勇又是被单位派出去出差了 他们赶紧打电话质问李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勇就瞒不过了 他只能在电话里 一五一十地向父母说明了原委 李勇的父母听完事情的原委 将李勇痛骂了一顿 他们劝李勇 不管怎样都要回来面对 逃避不是办法 李勇听取了父母的劝解 决定回去面对杨娇 可这边的杨娇却等不及了 他为了逼李勇现身 又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 正是这件事将两人的矛盾 彻底极化了 在李勇的父母给李勇 打完电话的当天下午 有邻居来敲李勇家的门 他们对李勇母亲说 有一个女子正在小区门口 发李勇要结婚的请柬了 李勇一听 赶紧下楼 他看到杨娇 正在向出入小区的邻居们 一个一个地送请柬 邀请大家参加 他和李勇的婚礼 李勇赶紧走过去制止 说她是李勇的母亲 有什么事情 等李勇回来再处理 他让杨娇不要再发请柬了 太丢人了 杨娇扭头质问李勇 丢人 你儿子李勇干出这样的事 那才叫丢人呢 杨娇又问 李勇什么时候回来 听李勇说 李勇明天就回来 杨娇眉毛一扬 你儿子满嘴谎话 我才不相信你们呢 只要他不出来 我就天天发请柬 直到他出现为止 看劝不住杨娇 李勇就上前去抢夺杨娇手里的请柬 两人撕扯开来 请柬散落了一地 邻居们见状 纷纷拉架 并谴责杨娇 他们一起把杨娇赶出了小区 狼狈不堪的杨娇 心中的恨也到了极点 他断定李勇 一定就躲在这小区里 要不然 怎么偏偏不早不晚 自己今天到他小区里闹了 他明天就回来了呢 李勇越是这样躲着不见杨娇 杨娇的报复心 就越是被激发出来 当时的杨娇并不知道 李勇的妻子正在国外 他一直盘算着 要当着李勇家人的面 尤其是李勇妻子的面 狠狠地揭穿和羞辱李勇 到时候 李勇的妻子 一定会主动和李勇离婚 李勇啊李勇 你不让我好过 我也不会让你好过 当天晚上 为了找出李勇 他再次来到李勇家 所在的小区 计划直接去他家里 当面对质 然而接下来杨娇的所作所为 竟让自己的人生轨迹 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杨娇知道 如果他现在冒冒失失地去敲门 李勇家人一定不会给他开门 更不会让他进去 怎么办呢 杨娇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在手机上订了一份外卖 送餐的地址 就是李勇家的住址 然后他悄悄地躲在楼梯间的消防通道里 半个小时后 杨娇听到送外卖的人出了电梯 并敲响了李勇家的门 他也偷偷地溜到了楼道间 听说是送外卖的 门里传出一个女人狐疑的声音 我们都吃了饭 没有叫外卖啊 但杨娇听到 门还是打开了 就在这时 他猛地冲了出去 看到送外卖的人正站在门边上 门只开了一半 门里站着李勇的母亲 一只手正搭在门把手上 杨娇闪身就要往李勇家里冲 但李母认出了杨娇 他用胳膊挡住杨娇 一边把杨娇往外推 一边拼命地想把门关上 与此同时 他还大声地对着家里呼唤李勇的父亲 杨娇急了 已经丧失了理智的他 从口袋里掏出了 事先准备好的水果刀 胡乱地朝李母身上捅去 捅了几刀 杨娇已经不记得了 只记得自己 被跑出来的李勇的父亲 以及送外卖的男子 一起摁倒在地 李母倒在雪坡之中 邻居听到动静跑出来 见到这样的惨状赶紧报了警 李母虽然被紧急送往医院 但最终还是抢救无效 于当晚死亡 经过鉴定 李母细因右侧夜动脉破裂 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 杨娇被警方刑事拘留 公诉机关已故意伤害罪 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但李勇及家人却不服公诉机关 对本案的定性 他们认为 杨娇罔顾李母生命 持刀多次捅向李母身体的要害部位 并致李母死亡 杨娇的行为应定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那么杨娇的行为到底应定故意伤害罪 还是故意杀人罪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知识点 故意伤害罪与故意杀人罪的区别 故意伤害罪是指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 行为人并没有要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 而故意杀人罪则是指 故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 侵害的课题是他人的生命 因此二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 行为人是否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 如果行为人并没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 那么即使其行为客观上造成了他人的死亡 也只能以故意伤害罪对行为人进行定罪 但是如果行为人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 即使没有造成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 也应构成故意杀人罪 只是在犯罪形态上属于犯罪未遂 那么我们如何去判断行为人 到底有没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呢 司法实践中我们应该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看行为人是如何辩解的 还要结合行为人与被害人的关系 案件的起因 过程 结果 作案的手段 使用的工具 打击的部位 强度 以及行为人作案前后的表现等等 进行综合分析和判断 以准确认定 本案中 李勇与杨娇之间 因情感及婚姻问题产生纠纷 杨娇多次照李勇理论 但李勇避而不见 案发当天 杨娇篡置李勇家的目的 只是为了寻找李勇 并当着李勇家人的面 羞辱李勇 在李勇母亲阻止他进入房内时 杨娇为了能够进入李勇家 而持刀捅刺李勇 杨娇与李勇之间 本身并无仇恨 他没有剥夺李勇生命的主观故意 但是 杨娇持刀捅刺李勇 明显有故意伤害李勇身体的主观故意 而且客观上也造成了李勇的死亡 因此 杨娇的行为应当构成的是故意伤害罪 最终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 判决杨娇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 剥夺政治权利2年 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的各项经济损失 案件发生后 操办完李勇的葬礼 妻子赵丹便向李勇提出了离婚 孩子由赵丹抚养 因为杨娇一世的恶劣影响 李勇的单位也对李勇做出了停职处分 如今的李勇 没了母亲 没了妻子 没了家庭 也没了事业 有的只是无尽的愧疚和悔恨 可是 这一切 又怪谁呢 当初是李勇谎称自己未婚 欺骗了杨娇的感情 并给杨娇的身心都造成了创伤 在谎言败露后 李勇不是积极地去弥补给杨娇造成的伤害 而是逃避责任一错再错 最终 他伤害了所有人 甚至让自己的母亲无辜丧命 而杨娇呢 他本来是个受害者 但是在受到欺骗和伤害后 他不是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 而是任由自己心中的仇恨泛滥 任由报复性驱使 最终伤人性命 人生就此拐了一个弯 年纪轻轻的他 人生本应有无限可能 可如今等待他的 却是漫长的铁窗生涯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男子将人撞伤 未图方便两人私聊解决 之后男子却忘记报案 另一男子的汽车被撞 也选择私聊 不料对方车辆上的保险不全 发生交通事故时 选择私聊解决问题 会存在哪些法律风险 私聊的交通事故 下期播出